來看一下 再來剛剛主要就是我們執行的結果 那你會發現都是按按鈕 有沒有 按鈕的話它是一個SARB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像我同學說 老師我今天我的需求不是按按鈕 我希望能夠像什麼插入函數一樣 最好是可以有一個函數有沒有 直接乾脆就是手機函數好了 有沒有 一個手機函數然後給它 什麼呢 123 那它給我最後的結果 那最好 有沒有這種函數呢 但理論上是沒有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了 插入函數裡面 基本上沒有一個叫手機函數 可是呢 我這邊已經有一個做好的 你會發現有什麼地方特殊 就是最下面有個使用者定義 這個是我因為已經寫好一個自訂函數 所以它會跳出來 那裡面的話呢 我把它點進去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裡面就有一個叫手機函數 有沒有 那這個是自己寫出來的 OK 也就是這個函數 是完全是 針對你的工作需求 所設計出來的 那它的功能非常簡單 就是一個蘿蔔圍坑 按確定之後你會發現 它會要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電信業者 第二個是門號區 第三個是門號末 那有點像一個蘿蔔圍坑的概念 應該沒有人不會用吧 OK 然後你就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最後把結果給秀出來 但是你只需要什麼 把向下填滿 它就會全部完成 OK 那這個東西 怎麼做出來 實際上這個就是所謂的自訂函數 那也就是同學常常問到說 是有些函數有沒有哪個函數可以解決我什麼什麼問題 有沒有像這個啦 有沒有啊 那沒有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變出來 有點像 專門針對你的工作需求而設計出來的函數 這個叫自訂函數 OK 那怎麼做 OK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流程 OK 第一個我先試看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那實際上它是怎麼存在的 第一個一樣是Visual Basic 第二個的話呢 它一定是寫在哪裡呢 寫在模組的某個地方 那它的結構一定是長這樣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一段程式 其實喔 這是我剛剛貼上來的 就這一段到這一段 那你會發現哪裡不一樣 有沒有 上面叫sub對不對 它叫什麼 Function 那這個叫endSub 這個叫什麼 endFunction 有沒有 那另外的話呢 這個刮弧後面 沒有任何東西 這個刮弧是要跟使用者要資料的 有點像叫做傳參數的地方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有沒有參數 一個 兩個 三個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要跟使用者要資料的話 將來呢 可以透過刮弧裡面帶參數 那這個參數的名稱喔 會跑到那個 有沒有框框前面 那 當你打英文就會顯示英文 那打中文就變成中文 剛剛是中文沒錯啦 OK 那這個時候呢 使用者選的資料會被儲存在這裡面 那儲存在這裡面你只要什麼 把資料帶到這邊來之後 在返環 在 這個名稱的後面嘛 手機啊 再把這個最後的結果丟給自己手機本身 他就會把 最後的結果丟到那個儲存格裡面去了 OK所以運作流程大概這樣喔 應該可以理解啦 只是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如何撰寫 首先的話撰寫也不困難啦 第一個的話 你可能還是要會寫什麼 方選 所以方選可能要稍微 記一下 如果你實在記不起來 沒關係啦 有個地方喔如果你方選那個字拼不出來 可以從上面插入什麼 程序 有沒有 插入上面的程序 程序裡面你可以選方選 然後方選的地方喔你可以 再把手機兩個字打上去按確定 他一樣會幫你產生那個架構啦 不過我自己比較習慣是打這樣 因為方選 應該不複雜 大小寫沒有區別 所以 如果可以的話可以把它 背一下 方選 然後空一格 這邊的話加上手機 那後面的話直接就跟sub一樣 打方選 空一格手機 比如Enter 它會自動幫你把那個Endless function 給產生出來 那第二步的話呢就分別把 三個參數放到裡面來 那三個參數喔 我是直接拿這個欄位名稱Ctrl C 然後呢直接到這邊的話呢 把它貼到那個什麼 刮鬍裡面貼上 然後把它稍微重新調整一下 因為它好像會換行 而且中間有很多空白 那我把它改成豆點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我第一個參數叫什麼 第二個參數叫什麼 第三個參數叫什麼 那這個時候使用者 就會把資料呢幫你選給你 選給你 那這個裡面 參數也可以儲存 資料儲存什麼 儲存 使用者丟給你的資料 就幫你把它存到裡面去了 OK 存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怎麼寫 特別注意喔 我們接下來的話 如果要return到這邊的話 記得習慣還是按個 Tab 下一切 這個下一切是什麼 把這個方學的名稱喔 反正他叫什麼 你就是直接再拖拉一個 一樣的名稱 放在這裡 等於 後面的話 就是跟那個 剛剛的這個寫法有點像 09 and什麼呢 這個上面的是直接去抓 哪個呢 抓那個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那 這邊的話 因為使用者會丟給你 所以你直接 and 那就直接把電信業者 這個 參數名稱 怎麼樣 放到這裡來 意思是 他會直接存在這裡 所以呢 到時候他會選什麼 選11 所以他把11存在電信業者裡面 所以0911 OK 然後面的話呢 一樣的道理 空一格 所以跟剛剛有點雷同啦 減號嘛 然後and什麼 再and 門號區碼 不過門號區碼因為要3碼 所以我們用format 這個邏輯跟剛剛那個有蠻像的 然後把門號區碼 這個 參數 把它複製到這邊來 然後逗點 怎麼呢 雙引號 000 後雙引號 後刮壺 這樣子 就是 去 墨碼部分的話 跟剛剛邏輯也是一樣 減了符號 加format 有沒有 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這個後面來 然後把這個字 改成叫 墨就可以了 墨 OK 字不要打錯啦 因為其實 城市最麻煩的地方 真的就是一個字都不能錯 其實 所以其實城市 第一個要細心啦 第二個的話 一定要是每個字都是完全了解的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有些同學打錯是因為他根本 混的跳過去 所以只要一個地方跳過 差一個地方錯 那城市就跑不出對的結果 所以 盡量是不要死背 然後真的是完全理解我在講什麼 如果你完全理解 根本也不用背了啦 有沒有 只是說 難免會忘記 沒關係 你就把範本 放一份 在雲端上 需要的時候 怎麼樣 再看一下 因為你理解的 看了馬上就懂 如果還是不懂的話 那你就留一份影片 看個影片 有的時候 影片也不錯 恢復一下記憶 OK 所以像剛剛有同學問到那個 城市部分 其實我學過 教過城市語言 超過10中以上 所以為什麼 每個都 如果每個都要死背 我那天啊 我每天光要背這些東西 我都背不完了 所以怎麼辦 善用方法 真的 所以我很多東西 盡量就放 放個範本 然後放個雲端 需要的時候把它拿來 因為我理解了嘛 然後我把雲端的東西拿來 我馬上可以派上用場 稍微 拿來參考範本改一改 就可以work了 不然我跟各位講 真的喔 因為城市有點學不 而且你現在才剛學一個新這個語言喔 之後你又有變出新的東西怎麼辦 不過其實坦白講 新的東西感覺是 看起來是新的 但其實都是舊的啦 只是改了小地方而已 OK 好那大概應該可以理解我的道理吧 所以Function 然後這個地方 Enter 再 增加這三個參數 然後呢 記得喔 最容易做錯的是 這個頭的地方 把後面的東西串完之後丟過來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 記得喔 這個前面一定要跟這個名稱 一模一樣 不一樣的話呢 那就會失敗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做完之後 你可以再 再試 那執行的方式特別注意喔 不是 像SARB SARB是按上面執行 對不對 那這個頭一說 老師 為什麼不能執行 他就怎麼樣 他就直接 郵標放這裡 然後就是習慣SARB一樣的方法 把它按下去 老師為什麼變這樣 不能跑 他又不是SARB 當然不是這樣跑 他怎麼跑呢 記得喔 他是從這邊 被執行的 插入 函數裡面 使用者定義 這個時候就會有手機函數出現 然後你按確定 再從這邊去選 確定就完成 向下填滿 OK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制定函數 未來蠻多地方都可以用這個同樣的方法 所以你工作裡面 假如你的 這個Excel裡面 沒有那個某個函數 是for你的某個工作的話 不妨喔 可以試試看 把你那個沒有的函數把它變出來 這樣的話你工作不是輕鬆很多 把這個 等一下 1 2 3 4 5 6 全部就OK了 你就不用再想 這個公式要怎麼下 然後這個公式怎麼帶 不用 直接就是會有個制定函數出現 請各位 試試看 你好不說 等一下 我來看